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细抗疫平竞制反网报》 好 今节 就讲一下大事件了 什么事呢 原来就是巴西 巴西的总统大选结束了 有些人就觉得还没结束 但其实真真正正结束了 前总统努拉就变回现任总统 虽然这个博尔索纳罗 这个消弱也真好笑 波索纳格也敢说出来是怎样来的 是谁来的 你是在说谁 因为他是读《事由时报》 那个《诺》字是 台湾的名字叫《波索纳罗》 《诺》字是看错了《格》字 所以叫《波索纳格》 三点水又看了一遍 木字边 对了 不要做了 说真的 这么猛 我们看回 巴西 总统博尔索纳罗 经过了四十多个小时的沉默 宣布已经授权 莫廖长 是 商谈权力的过度 事实上 是 事实上他是 承认了选举结果 但是他的口就没这么说 他的支持者肯定不服气 真是好似 以前 侵生那些支持者 不L服气 原来 博尔索纳罗 就很多大货车司机 是支持他的 最大事 那些是混油车司机 即是混油的 哈哈 我看到这么多混油车在里面有没有油的 还有 这个也不单 他们还学了香港 BBQ车态 切路障 我看到 黑烟那么多时候 想起香港 当然他们人比香港很多 因为巴西大国有多亿人口 很多支持博尔索纳罗的这些混油车司机 在大选结束之后 在各地是切字路障 因为博尔索纳罗是支持石化能源的 我们看看原来 也有几万人 算是博尔索纳罗的死忠 聚集在全国的军事基地之外 原来他们想要挟军队 就说 喂 我们不服这次选举结果 麻烦你出动军队去平息他 蛤 嘩 听他们说的 很搞笑 他们在巴西各大的军事基地 外面 揮舞着巴西各旗 呼吁军队进行干预 那你是不是想要军事政变 很糟糕 你知道南美洲国家 为什么有些国家这么多年都回不了身 整天都军事政变 是 有人操纵了这次 这个结果 不像侵生 是的 博尔索纳罗的 粉丝就说 出兵出兵出兵 请救巴西请救巴西 团结团结团结 人民永远都不会被 打败的 真是输打赢要 另外 在各个重要的要道 他们更加是这些混油车 有些是打横排 有些是打树 很大堆车就阻止了路 他们当然是辉舞巴西国旗 亦都是高唱巴西国歌 更加是举起紧握的拳头 令我想起这个拳匪 什么力量 收工了 没提退了 收工了 这一幕其实在巴西的各大地区都有 其实这些 抗议人士 是超过10万人 在巴西 因为它始终是过亿人口的国家 在75个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抗议 而且就在军事基地外 就说出兵出兵 军队干预 其实如果军队干预 那已经不是民主了 不可以输打赢要的 要相信那个机制 现在你这样 下次 现在假设 军队就是听你说 就出来 推翻了这次选举结果 那你始终是要再选过的 再选过 这次博尔索罗这一方 赢了 努拉那边又不服气呢 又不服气 没完没了 另外 更加有人就说 军队应该控制街头控制国会 控制最高法院 立即解散国会 总统博尔索罗应该继续掌权 如果军队就是这样 会不会让你继续掌权 可能会拿你的权 那他们说呢 就令到博尔索罗继续掌权 然后等下次大选 再有一次大选 有没有人理你呀 刚刚才算完 哥 对了 那当然他们说话 这次都是骗人的 军队要出名 要出 要出 人干预 这样才行 除了军事基地之外 其实博尔索罗的支持者 更加是这些 运游车 就是 很多大货车运游车 主要是运游车 因为博尔索罗海鬼支持石法林园 就是 堵塞了 巴西全国的主要公路 当然 他们也说我们贪玩巴西 军方你们一定出兵 原来有100多个公路被堵塞 那么 很厉害 因为多次的这些堵路 搞到 你知道排队排队多久 有60英里那么长的车龙 令到1400架 公交车的行程要取消 交通的中断 亦都导致4个州的燃料短缺 因为这些 运游车的司机来了示威 来了倒路 那可能 这些运游车上真的有油 喂 很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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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一窩熟 不是说笑 博尔索罗 他也做回一件正确的事就是 做了一条视频 请他的支持者停止 是堵塞道路 不要 扰乱巴西人正常生活破坏经济 他也说 这一次的选举我和你们一样难过 希望大家保持头脑清醒 在他看来堵塞道路并不是合法 的示威的部分 博尔索罗 在讲话当中也没有 直接回应有关军事关于的呼吁 当然 初初以为他不敢出声 现在也算是有少少勇气 他就比特朗尔索好少少 但博尔索罗 是一个弱势的胜算 这次胜算是1.8% 证明了巴西是薛多斯 终于 博尔索罗表态也是一件好事 也是一件好事 另外 亦有人说 你有没有证据说这次有什么 古古怪怪的选举 没有 结果 没有 这件事真的比特朗尔索好 他在选举之前也说过 如果我没有赢 肯定这次有警棍 这件事又不是那么好 当然 大家都很无奈 结果 这帮抗争者 最后 被人 因为警察应付不了那么多人在赌路 结果 其实 虽然巴西最高法院已经下令警方清除路障 但是 实在太多的公路被堵塞了 结果你知巴西是足球王国来的 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原来 现在 是球迷动手 坐着他们看球 这个也挺好笑 也是好的 因为 很糟糕 你经常BBQ那些 车胎那些 几夜 搞到黑烟那么多人倒露 令到大家都 过得不好 原来 警方 因为太多人倒露 就不可以那么快清掉那些人 结果球迷就忍不住了 自己动手 是帮警方一起 清除了博尔索纳罗支持者 设置的路障 当然 我觉得真的要看看 是否安全 因为你怎知道这些极端分子 像香港那样 想起香港我都心有如贵 向你动手 心有如贵 原来 巴西的球迷就说 没什么可以 阻止我们去看球 为了可以去现场看球 巴西至少有四个 超级足球迷协会 自己动手 嗯 其中 当选总统劳拉支持的 球队的粉丝 就在清除路障之后 也把这些人拉开 就说 我们才支持民主 劳拉是总统 那 当然 这些人 我觉得 也是那句 如果我觉得就不好 因为 你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伯伯 为什么 这些运游车司机 是支持博尔索纳罗 有这个食油補贴 你真是好 没错 因为 博尔索纳罗 他承诺过会降低柴油成本 因为他们运游车都要撒烧柴油 就是 等等的措施令到这些 运游车等等的大货车司机 是 可以便宜一些 有補贴 你对 所以很多就是 但是很危险 如果你车上有油 真是麻烦 全部熟了 真是麻烦 幸好现在都是慢慢清走他们 因为 这些运游车 有些是运游车 飞机燃料 所以 有些飞机 都是没有油去飞 真是麻烦 真是麻烦 现在 巴西联邦公路警察 已经清除了600多个 路障 但是巴西各地的联邦公路 依然有154个路障 球迷就受不了 因为他们很想去看联赛 四个 巴西超级足球迷协会 就是自己 帮手清理路障 包括清除这班人 就好像 来自聖保罗州 巴拉纳州 还有 米纳斯吉拉斯州 全部都是自己 动手 清理路障 另外 巴西 的 老牌竞女 其实 好像聖保罗 巴西聖保罗很出名 亦出过很多出名的球员 没记错 我以前很喜欢的 这个球员 卡卡 都是来自 聖保罗的 另外 还有一支很出名的球会 大家都可能听过一下 明尼路 明尼路的球迷 亦都是 要 帮手清理路障 现在慢慢清走这班人 明尼路出过什么 著名球员 就有 朗拉丁努 和基布图斯华 和 祖奥 还有 很多很多都是来自这个 另外聖保罗 更加是多 其实这班球迷就说 你不要阻止我看球 哈哈 当然 想不到 看 足球的力量 真的很厉害 不是开玩笑 原来 他们 亦都很快地 清了一堆人 但还未清得完 都是需要和警方一起 但我都说过 如果 非必要的话 不过他们可能 看球很必要 你不要说非必要 把这班人清走 我觉得 要小心一点 因为极端分子 你不知道他有没有 什么 李安纳道 不是迪卡比尔 是以前 踢过AC米兰的 好像也做过AC米兰教练 他也是来自 聖保罗 聖保罗是个很特别的城市 其实他们的英文水平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 我妈都 短住过九个月 聖保罗 他们很多是英国人的后代 所以 英文还是 不错的 当然这些球迷的帮助之下 清除了很多 这些坏分子 烦友 亦都人说 无论什么都好 阻止我看球就是有罪 所以 想不到 这些赌路分子都很害怕 这些球迷 因为他们都知道 巴西的球迷 都不是 好 都不是好惹 都不是 都不是 吃素的 都不是 那么容易 放过你 所以很多人 看到这么多人 就自己 走开 哈哈 当然 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巴西人 感激这些球迷 对呀 那么 亦都感激 警察 因为 你知道 他都很危险 因为你是混油车 另外除了聖保罗之外 还有一个很出名的 这个 足球队 哥连泰斯 哥连泰斯 都是很多 这个 出名的球星 哥连泰斯 为什么 都是帮手呢 因为 原来 现在的总统劳拉 就是哥连泰斯的球迷 哈哈 怪不得知 当然 无论是否 哥连泰斯的球迷 我相信 劳拉 都会 是会 尽力做 尽力做 会不会坐得算不算稳呢 我觉得 不会那么快 不会那么快 因为始终你赢得1.8% 对吗 当然 来自 哥连泰斯的 有这个迪高 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可惜的 巴西球员前 就是米兰的 国王 叫做安努 这些球迷 如果在 安全情况下 我觉得 也是不好 我担心那些人 会动手动脚 安全的话 你就找警察 不安全更加要找警察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